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我们的学生经常被认为 你认为要比赛或者考第一才为之能好 或者你的成绩一定是第一才是一个成功的人 但其实对于面对失败的时候 他怎么面对自己的处境 或者對於自己或其他人去看失敗這件事 其實他沒有一個很完整的概念 所以我們一起去談 很想將面對失敗 或者學會如何經歷失敗的過程 給我們的學生了解 以及很深刻的感受 所以就有這個失敗周的概念 其實一個人如果經歷到一些不同的事情 或者在生命上經歷到一些不同的挫敗 其實是需要找到方法去解決 以及如何堅持 我相信在失敗周裏面 令學生有這些感受和經歷 對他們來說 在生命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 之前有學生跟我們分享過 甚至乎他寫文章也寫過 他們說如果面對失敗的時候 只要我堅持 只要我不放棄 我就是一個成功的人 這些說話其實打從我們老師 或者在我們成年人看到的時候 原來我們所做的一個推行失敗周 這個正向教育和失敗教育的活動裡面 真的能夠幫助到學生去建立一些抗疫的能力 還有一些正面的思維 之前我們有位學生 其實他的情緒是很波動的 他在學校會經常跟同學衝突 跟老師其實都有很多衝突的情況出現 他給了我的感受是他很無助 他覺得自己原來 很多人都不了解他 也不關心他 在那個階段 我覺得老師的角色很重要 如何可以給他支持和鼓勵他 在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在小學的階段 也都令到他改變了很多 教育不是一時一刻一時三刻可以見到改變 現在這一刻可能他會知道 老師曾經在他心裏播下一個種子 我覺得已經是很重要很足夠 我很希望這些力量都能夠造福到 我們更多亞小的學生 以及我們的老師和家長 都是在學校 老師的小學 粉紅特 matar 接下來